自4月28日 台州天胎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后 台州市公安局迅速抽调 800多名警力驰援天胎 与天胎1200多名公安干警 一起奋战在抗疫一线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 疫情趋于平稳 5月14日 一场简朴而温馨的 欢送驰援警力仪式 在天胎举行 这几天你们在这里 这么辛苦 太谢谢你们 就是我们老百姓 特地叫我们送给你们知情的 在天胎县始风街道的一个知情卡点 这些群众委托送来的甜瓜 被递到在这个卡点知情的 外地公安干警手里 理清情义重 让在此以坚守半个多月 民府警倍感温暖 天胎老百姓 委托这边的当地公安 给我们慰问的 然后感觉自己心里比较温暖 今年25岁的金兴欢 是临海市公安局的一名辅警 半个多月前 接到驰援天胎的指令后 他和同事们就毫不犹豫 立刻转战天胎 金兴欢表示 在天胎抗议执勤期间 他不但体会到了天胎政府部门 给予他们的关怀 更感受到了天胎群众 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特别是在连续多次 收到群众的慰问礼品后 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 据了解 此次支援天胎抗议一线的公安警力 共834人 他们和天胎 1200多名公安民府警一起携手 通宵达旦投入到流调溯源 隔离管控 追养转运等工作中 5月14日 随着天胎疫情趋于平稳 天胎县政府部门 特意举行欢送仪式 对各支援警队的努力和艰苦付出 表示衷心的感谢 抗疫路上你我同行 白衣铠甲不负重托 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都非常照顾 让我感受到天胎人民非常的热情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